这就是我们刚刚买回来的鸡蛋 我们已经煮好了 大家好 今天还是2022年的3月29号 今天是新加坡迈入新阶段的第一天 下午我们去献血 虽然我没有献成 但是我朋友是有献好 然后我们频道前两天 专门在讲到新加坡的鸡蛋 最近涨价涨得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有网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卖鸡蛋 特别便宜的地方 我们看就是这个锐龙蛋庄 就是这个镜头前面的锐龙蛋庄 它的位置是在Jalakayu Jalakayu和Selida Moor这边的位置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去这个蛋庄 看一看这边的鸡蛋是怎么卖的 我们从刚才拍摄的位置走过来 我们看到这边其实是有很多的鸡蛋 可以被挑选 有很多人来买鸡蛋 也有很多人来卖鸡蛋 现在这些车还是卸下来的蛋 可能它是从养鸡场刚刚卸过来 我们看到这边的鸡蛋 包括不同的品种 从三个A Triple A到Double A 然后现在鸡蛋的老板 我可以拍你一下吗 现在鸡蛋是不是涨得很贵 现在鸡蛋有没有涨价 现在只剩一个A的鸡蛋 所以是卖8块钱 以前我记得是7块2毛钱的吗 对以前是7块2毛钱 所以是确实涨价了 那除了鸡蛋 这边还有卖鸟蛋和卖皮蛋的 所以总之这边还是有不少的规则 这个女士是还卖 Double A 但是现在只有NL1A了 正好有另外一个人 他们来买一盒鸡蛋和一盒鸭蛋 然后这个师傅再绑 我们就拍一下绑蛋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记忆 但是平时在市区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打的Grand A 然后再买了4个皮蛋和4个咸蛋 师傅这边鸡蛋 其实我们是有尝过 确实是做的很好吃 好谢谢 这是我们今天买的蛋 好我们回去煮蛋了 在这个迈入新阶段的第一天 我们又去献血 又去买鸡蛋 过一个平凡人快乐而充实的一天 我们看前面这个ND 就是刚刚在跟我们一起买蛋的 然后这边应该是把蛋再卸过去 那个NCOW 把一车一车的蛋又再往里面推 那么这个锐龙蛋装 就是在加拉开油 所以就是在这一个地方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路过这边的话 后方可以来选择这边买蛋 未必超市更新鲜更便宜一点 好了这里是星级之道 我们为您带来新加坡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谢谢再见